哈喽哈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Carrot 今天天天文乐园更新圣诞节啦 OK,那些等一下一一讲解 看这个影片之前,记得点赞和分享 我们先来讲两个序号先 序号分别是 登登登 第一个FOR YOU OKSTARS 就听名字就知道它对应是什么 就是CINDY 这个我也要谢谢一个热心的观众来留言 OKOK,第二个的对应就是一个 像是一个胡桃夹子的帽子 就穿起来大概是这样子 就看起来真的很可爱 好的,现在就正式进入话题 我最喜欢这次更新的东西是抛雪球 就会想起了朋友大学长的样子 就好像... OKOK,我们回来 然后你们看这个它拿着的动作 就真的很可爱 然后它的旁边都会附加一个 像是射箭的那个黄 然后拿着雪球 你是可以到处走的 你可以回家去录影地 去学校等等 但是你的手上不能有东西 好像拿着CAMERA 或者是钓鱼根的话是不能的 它会自动不间调 第二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去录影地 然后你们过来前面找到这个 InExperience Center 其实这个是一开始有一个Manager 会带你过来的 然后这里你点它 就可以知道有冰币这个东西 然后获得冰币的话 你可以兑换以下的东西 过后我会出一期 关于这些会兑换到的东西 然后如何得到冰币呢 你就点击上面这个Icon 然后过后就可以进来这个画面 第一个你们完成每日任务 第二个你们看免费阶段的影片 然后第三个是解决自己的欲望 就是宠物的不能 然后过后是帮旁边的路的那个NPC 解决掉它的问题 还有钓鱼钓出了神秘盒子 你可以从中获得 此外如果你觉得太麻烦的话 就是还要过去CAMPING那边的话 你可以直接按你上面的button 就可以直接查看你获得多少 更可以直接购买 OK下一个 我们可以过去右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获得冰币的NPC 它的服装就是一个路这样的 就真的很可爱有没有 它晚上的时候被子还是会凉的那种 就是你们直接可以点入商店 就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商品 然后过后它只需要175个Diamond就可以了 OK下一个我们要讲的东西就是烟花 我们来到旁边找到这个CAMPING 应该是这样子练它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它购买 里面就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烟花 可是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偏向仙女棒吧 它的烟花是拿在手上的 然后我手上也是有一个烟花 它就是跟着它的形状来点燃的 它收上去星星或也是星星 这个人不仅在CAMPING有 在沙滩上面也是有一个 好的 现在就要来讲另外一个蛮重要的东西 我们回到家 然后我们跑去之前每次按灯的地方 它就更新了一个新的功能 第一个是你可以调节你光源的颜色 第二个是你可以调你想要的拍对音乐 或者是叫做家庭里面的声音音效 上面没有显示锁的是免费 然后点击下面有关于到锁的就需要新币 但是这些是要看个人的喜好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购买 第三个就是如果有人在你的家导轮的时候 你直接可以按序竹 就好像把它给kip出去这样子 如果不想的话可以按回解除黑名单 OK现在我们看对面的视角 这个是当导轮过后被kip出去的画面 然后对方解除黑名单过后也才能继续跟随 现在我们来讲第四个 这个就是你可以自己调节入场限制 或者道具使用的限制那些 现在我们来讲下面这个喇叭跟不同留言的差别 这个喇叭只有在自己的家 就是成为自己的屋主的时候才可以有 现在我就不同留言一个你好 这个我也会呈现其他人的视角 就是不同写你好就会呈现你好吧 然后如果是用那个麦克风写你好的话 其他人的上面都会呈现这个画面 所以你们就可以好像放那种群公告这样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在家里 然后你按布置家庭的那个button 过后你就会看到下面有一个图面箱 点进去你就会出现三个这个 这个功能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好像今天你是买一个房子 然后在不同的时候你就只有一个不同的设计 可是你在圣诞节或什么节日的时候 就有另外一个设计 然后你就可以按储存 然后过后最早你按加载的时候 就可以看回去就是不需要再移动 然后这里就到尾程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就这样啦 拜拜 感觉很多东西 就想要买哪一个 感觉家里没有圣诞树可以买圣诞树 现在是时候表演真正的继续了 哇 这样小个 果然迷你的就是迷你的东西 就真的差不多一颗头的大小罢了 但是没关系啊 迷你的东西还是很可爱